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叫珊珊 来自湖北 怎么上来就哭呢 我来找我消失的 一年三个月离十五天的男朋友 我想问问他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我 还有 我想问问他有没有拿我妈的那二十万 什么二十万 我刚开始的时候跟林川很好 我妈妈不是一直很反对吗 后来他就同意了 我出差 然后林川就跟我说分手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问我妈妈 他说他当时想拿二十万试探一下 林川是不是对我是真心的 我妈说他主动联系我吗 说要那二十万分手费 然后再也不跟我联系 他说我觉得林川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他不会这么做的 你可以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你所熟悉的林川是个什么样的 我跟他在一起两年 他是一个特别洁减的人 我有时候会偷偷的往他兜里塞钱 然后他会他发现了之后他会说我 他说难道你就会喜欢一个这么窝囊 吃晚饭的小白脸吗 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会拿我妈那二十万 我正想问一下 你们家的家庭条件很好吗 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是我妈一直都觉得跟我在一起的男生 绝对是为了我们家钱 也有可能他这个丈母娘觉得说 好那我拿这钱考验一下 也可能伤到我的自尊心 那比如说好你觉得我图你钱 那好我现在不要了 好二十万给我OK我带走 带走的同时我对你的女儿 我同样是带着一个报复心态的 我可以不接他的电话让他永远痛苦下去 所以不要把他想象的太美好 我拜托你符合一点逻辑好吗 如果人家侦探这二十万 是二十万值钱还是做这个富家女的女婿值钱 你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我做不了他富家女的女婿了 我就为这二十万我就拿了怎么着 你母亲应该是高级资深黑 就这小伙子他没有拿这二十万 他用其他的方式逼走这小伙子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种啊是他真不够爱你 然后又加上你家庭的主力呢 他就退了 还有一种你一定爱提 你妈呀给他一条件 哎你有一百万之后 你来找我女儿好 他就去办成 他现在可能在挣那一百万 我很好奇你们家的钱 是爸爸赚的还是妈妈赚的 妈妈 妈妈是一个很强势的 妈妈是个女强人 所以他现在要把你嫁给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我妈妈的思想总强加在我身上 他从来不会问我跟他在一起 幸不幸福开不开心 因中秋生已而家境富裕的孙阿姨 千方百计阻挠女儿珊珊 与家境普通的林川在一起 但从小懂事听话的珊珊 却对林川用情至深 可是珊珊在一次出差回家后 却再也找不到男友林川的踪影 珊珊从母亲口中得知 林川拿走了二十万元 而同意孙阿姨提出分手的要求 可是珊珊却始终认为 一向洁身自豪的林川 不可能拿走妈妈给的二十万 一年来 珊珊始终无法陷下沉重的负担 那么 事实究竟是如孙阿姨所说 林川拿走二十万而神秘消失 还是如珊珊所怀疑的 是母亲为阻挠她们恋情 而编造了谎言 消失了一年的林川 会出现在舞台 回到珊珊的身边吗 真相是什么我不太清楚 她男朋友会不会来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来到了现场 是你不清楚的情况下 你妈妈来到了现场 我们来跟妈妈聊一聊 好吧 来 把第二现场打开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您干嘛戴着墨镜呢 我因为是做生意的 我在生意场上有很多的朋友 我别让人看到我 但你这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啊 因为我不喜欢我女儿交的男朋友 你女儿把她夸得像花似的 你怎么那么不喜欢呢 她觉得给她丢人了 因为他们家的条件 和我们家的条件 非常非常的不般配 所以我就不同意 我一直反对他们俩的来往 我特别想再问一下大姐 林川拿了那二十万吗 对 她拿了我的二十万 不可能的 因为你出差以后 我先给她约出来了 我说我给你二十万 你跟她分手 她跟我说 她说阿姨 我不会跟珊珊分手的 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以后 她给我打电话 她约我出来 她说阿姨 你给我二十万 我跟珊珊分手 从此以后再也不打扰她了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妈 那我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找她 肯定是你逼走她的 从一开始 你就反对我们在一起 珊珊 我跟你说我多少次了 你知道吗 你们光有感情有什么用啊 你妈妈整天为忙 为了为这个加忙 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吗 有钱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俩在一起开心 我们俩在一起快乐就好 你每次都是钱 你就是这样 你有点骗子 我不想让你到他们家 就背负着家庭负担 我可以跟她一起努力 那我问一下 那您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呢 我的女儿跟林川分手以后 一年多了 把工作也辞了 成年关在自己屋里 抽烟 喝酒 有一次她开也没起 她要自杀 幸亏那次我回了几时 我真不放心她 不是 您今天来 是要把她带走吗 我今天就是想把她带走 不让她跟在这儿 跟林川见面 那您的意思是 不希望林川今天出来是吧 因为她拿了我们家的钱 所以我不想再让女儿 再跟她继续来往了 你们在这儿炸炸呼呼 把你们家说得 好像是皇庭贵族 皇庭贵族又怎么样呢 你天天吃的饭 不跟我们一样 你住房子不是住一间 你走了 你最后不就一小盒子 你能有多牛啊 您有您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的做法 我有我爱女儿的想法 所以我是对我的女儿好 我才这么去做的 现在不是我强加您的想法 我不能听任何人对我的指责 这样啊苏大姐 虽然我刚才跟你在价值观上 有了一些分歧 但是你对于女儿的关爱 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好吧 你杀恩物造 在第二现场先平静一下 好吗 好 谢谢主持人 把第二现场给我关了 女儿的幸福 是妈妈最关心的事 这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也不问我 我幸不幸福 我开不开心 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 你还没气干什么 你抽烟酗酒干什么呢 为什么找不着她呀 你找不着你也不能干 退散自己的事啊 你说呢 对吧 这方面我是支持母亲的啊 凌川虽然是你的挚爱 那母亲不也是你的母亲吗 行吧 妈妈不管反对不反对 也已经来到现场了 接下来我们来开门了 把你的眼泪擦干净准备好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接下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凌川没有来到现场 接下来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 因为我这一年真的过得很难过 但是我不会放弃 我还是会找她 我一定要找她 问出真相 问出她跟我妈妈之间的命运 如果她今天来说 她真拿了那二十万 不会的 我相信她 她不是这样的人 她如果真拿了呢 或许是家里面有困难呢 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 她迫不得已需要这二十万呢 那我可以理解她呀 她是有困难她才拿的 我能够去包容她 你跟她分开有一年了吧 她有没有可能爱上别人呢 不会的 我不相信她有了别人 好吧 该问的问题我都问了 希望你做好准备 面临门后面所 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亲爱的见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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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跟你一样穿几十块钱的衣物呀 我可以跟你一起几公斤熬起上班 这都没有关系的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杨茜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过去是这样啊 过去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这种卫生纸的传递是个漠然的行为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今天来干啥 主要有两个目的吧 第一个想澄清一个事实 因为我不想背着一个二十万的黑锅 说吧 当时杉茜出差 还没有几天 然后她妈妈就把我约出来 我就奇怪 她妈妈怎么会把我约出来 因为我平常就跟她关系不怎么好 当然我们在一个包厢里 她妈妈拿出两样东西 她妈妈让我和杉茜分手 然后就可以拿走二十万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我不可能拿钱来侮辱自己 所以我觉得离开 当时离开是最好办法 她不是说过了几天之后 你又拿了那二十万 没有 我一毛钱都没拿过 先掌声鼓励一下 我就知道你不问你 好哥们啊 好爷们 第二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杉茜 想来帮助她 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吧 她的阴影就是你嘛 所以我想让她放弃过去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最重观念的问题 这一年 你有女朋友了吗 我确实交一个女朋友 有多久了 我们认识半年后在一起 我不相信你 我有李川 我不相信 你肯定是怕我妈妈再阻止我们 我妈妈今天来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她肯定会同意了 她不会再阻止了 我跟你一起去说 你妈妈说 在第二线上有话要说 而且特别激动告诉我们颠导 来 我们看看你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来 杉杉 她不可能有女朋友的 我跟她在一起两年了 我不知道吧 我也不信 但是话说来 让她把女朋友带出来 让你也死心 省得让你这一年多钟当中 你这么折磨自己 因为她死了几次 她知道吗 她在报复谁呢 报复咱们娘俩呢 对不对 苏大姐 她为什么要报复你啊 她认为我给她二十万块钱 她拿到我钱了 所以说我现在 她要报复我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刚才王凌川说的是事实吗 她是不是跟你嘴里面所说的 拿了那二十万 她拿了没拿 你说事实 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说是不是事实 我是被我的女儿做的 你先说 她说的是不是事实 她说的是事实 我是让她离开我的女儿 我不想让她 跟我的女儿 在她一起了 我不喜欢她们俩在一起 你不喜欢她们在一起 你没有资格拿钱去羞辱她 也没有资格在这指责她是个坏男人 是你让她和女儿分的手 她可以谈女朋友 她并没有说有过婚姻 也有过任何所谓其他的承诺 恰恰是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是 但是话说来 她刚走了一年就交了女朋友了 她心里就根本没有我女儿 她有我女儿她不这么做 我女儿为了她可以 可以牵自己 牺牲自己的生命 可以不谈男朋友 她做到了吗 她没有做到 那我就奇怪 你是要她们在一起 还是不要她们在一起呢 你说话有点太不公平了 人家离开了你女儿 被你逼走了 人家还不能再找了 你女儿在分手之后特别脆弱 自己开眉气要自杀要颓废 往往是你教育的结果呀 是受你的影响啊 既然她说她交了女朋友了 没关系 让她把女朋友带上来 让你也死心 好了吗 你别说了 大姐啊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事情都是你说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要让她女朋友出来就出来呢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 我虽然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请你稍微安抚一下 好吧 林川 我不相信你会有女朋友 如果你真的有 你带出来让我看看 这个问题呢 交给你自己选择 好不好 她今天的确是给我一起来的 但是我并不一定建议你带她上来 或者你去问一下她 她愿不愿意上来 你遵求一下她的意见 好吗 来你下去商量一下 来你下去商量一下 尊重她的意见啊 记住 我不相信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不相信她一年就忘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 物是人非 有的时候是可能的 你好 对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川的女朋友 我叫刘旭 今天来到这里呢 因为我觉得 珊珊是一个好姑娘 我希望 她们能放下 放下以前的事情 这样对大家以后都好 你别说了 你就是为了我们家钱才来的 是不是 我为你们家钱 你才离开珊珊一年多 你就交了女朋友了 你心里有我们珊珊吗 我为你们家钱 我当初就拿了那二十万 这一年当中她过的什么日子呀 你知道吗 啊 有你怎么做的吗 妈你别说了 你自己看 妈你别说了 你别你闹了够了没 你自己看的今天这个局面 是不是你造成的 我跟林川会有女朋友 不是我跟林川都分开了 你总是说为我好 你能不能放手 让我自己去寻找我的幸福 女儿啊 妈就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做的 不是为你好我能这么做吗 你总是说为我好为我好 我告诉你 他不爱的人在一起 不会幸福的 你不说一个林川 两个林川 我都不可能让他跟你在一起 你放心好了 我不可能让你在一起的 你别说了 现在是林川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您搞错了 您一把年纪 大姐我们非常尊重您是个长辈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儿 保持一种尊重的心态 不跟您争执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 我现在只让山山离开的就好了 他既然有了女人了 我们山山离开的可以吗 我告诉你 大姐 之所以跟女儿畜生这样 有一点 永远没有学会尊重人 不尊重林川 拿钱去羞辱他 更不尊重你的女儿 让他不能够自由地选择生活 所以您还是先下去 您让您的女儿 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生活 您尊重一下她 可不可以 她已经成年了吧 好吧 好的 谢谢啊 是这样的啊 杉杉毕竟等了你一年多 在这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 无论是如何地颓废自己 和折磨自己 她始终是有一肚子话要宣泄 我觉得你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 一个朋友 或者她的前男友 你都应该听她说一说 你可以让她把这一年的话 跟王林川说一说吗 可以 可以吗 你还需要接受杉杉的倾诉吗 可以 好 那你跟我到一边来 来 杉杉请站到你的位置 王林川请站到你的位置 接下来是 杉杉的告白时间 林川 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 三个月离十五天 我每天都在想你 你知道当我妈 跟我说你拿到我们家钱 就走的时候 我当时有多难过了 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不管我身边的朋友 还有我妈怎么说我都不信 我只信你 今天我也知道真相了 没想到我妈给你 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 我听我妈跟你说说对不起 没关系的杉杉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我来这里也就希望你能够振作 放下过去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更幸福的人 是我配不上你 林川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每天都很开心 我每天都很幸福 我们一起逛公园 一起吃路面摊 一起要小宠物 这一年 我经常去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去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我只希望在那能够遇见你 我只想告诉你 我曾经爱过你 对不起杉杉 可能我们真的没有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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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都想过一种了知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一直以来 原来只是我像个傻子一样在找你 没想到你这么恨就有了新的开始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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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心中跟你在我心中一样重要 这只是我以为啊 我以为 看得出来你女朋友很爱你 所以 我放手 祝你幸福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 也祝你幸福 我会幸福的 我 我会幸福的 我 我 做了 那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你去想你的幸福是吧 女儿 你原谅妈妈妈 女儿 我做了 你去尝你的幸福里吧 女儿 我 虽然在林川离去的一年中 珊珊曾经放任了自己的颓废 但是面对已发生的一切 珊珊最终选择了放弃和祝福 我们祝福这位 因为母亲刻意阻挠 而失去爱情的女孩 能早日找到真正的幸福 更希望孙阿姨能改变陈旧的价值观 帮助女儿找到真爱 大姐 送你一句话 向女儿学习 女儿挺大气的 祝你幸福 你能找到幸福 别哭了 包容别人 尊重自己 珍惜生命 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董伟我要嫁给你 你们干嘛搞这么大症状干什么 我就带着我最好的闺蜜 就是向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董伟 我要向她求婚 我要告诉她 我要告诉她 我不要房子 不要车子 不要票子 我只想跟你结婚 这世界怎么了 女人都怎么了 女人都怎么了 我求你这样也不是嫁不出去的样 我是在争取自己的爱情 哎呦哎呦喂 哎呦你不许看 我又没想把她戴上我只看一遍而已 我只想让我娶我的这个人第一眼看到她 好 来吧 条夫也给你嫁起来了 好 在你的四位好朋友下去之前 嗯 给你一起喊一声口号 好不好 好好好 董伟 董伟 我要嫁给你 这下董伟知道了 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来 请下去为她祝福好吧 谢谢 到下面坐着啊 这个信封里面是什么 这个信封是要去三亚租蜜月的机票 来 说一下 你们俩之间怎么回事 我俩当时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不用对着我说 对着大家说 老老说我不是跟你交谈的吗 要大家要听着嘛 待会大家还要帮你助威呢 哈哈哈哈 他是那个社团的团长 本来长得就招人稀罕 完了之后当人挺多小姑娘注意他的 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个 但是我用了一年是 啊 因为我现在对不准啊 没事不用对准 声音照样会扩散出去 行行行 听出来了你是东北的 哎呀 你别这么说 我这东北 东北咋了 东北音乐可难听啊 东北人都是火雷锋 人都说东北出美女呢 哦 东北也出美女 东北也出踹鸽呢 说 都出 完了之后呢 我俩当时 我说到哪儿了 你说到你的男朋友 曾经是大学的乐团团长 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都已经在一起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不光是你爱他 他也爱他 他对你好吗 好 毕业了以后 他就放弃了在北京 发展的机会 他选择爱情 跟我一起回到哈尔滨市 他都没有去 眼神别老朝那边 董伟不在那边 朝正前方自然地说话 他当我得对人有交流啊 没交流没意思 你就对啊 你就对着我交流吧 行吧 何老师你觉得 你觉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男人 放弃了爱情 我有这样的一个男人 我有这样的一个男人 不是 这样的一个女人 放弃自己的事业 选择爱情 你觉得你会不会选择她 我老婆就是这样子 真的呀 他说你在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家 哇 那我们两个挺投合呀 我已经和谐美满了 你还戴慈归忠呢 那所以今天你帮我说什么 咱俩都有共同的经历吗 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啊 她这么好 为什么不娶你呢 我也不知道啊 她一直用跟我说 再等我两年 再等我两年 等我有房有车了以后再娶你 我告诉你 她这句话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毕竟当时我第一次向她求婚吗 她就说 等等等等 等我找到工作以后再一起 找到工作了以后呢 跟我说实习了以后再一起 实习完了以后 告诉我实习期满 实习期满以后 告诉我升职 升职完了以后 告诉我有房有车 我现在就不行了 我就要鸡眼了 我今天必须结婚 我就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今天必须告诉她 要不然分手 要不然结婚 这姑娘性子虽然是心实口快 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她这种样子真的会吓人的 你想一个女人求她一次婚拒绝 求她二次婚拒绝 求她三次婚还拒绝 你觉得最后这女的不逼疯 逼成啥样 我再等两年我就快三十了 我还等了什么呀 男人三十一只花 女人都三十逗不着 自己不清楚吗 我问一下你们双方父母 有没有促成这个婚事 我爸妈和叔叔阿姨都很同意 就她那可能不支声 她告诉我 等我到了一万块钱 还贷款了再说 而且我俩平时都不吵架 一谈结婚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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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价就 那我问一下 你在生活当中有别的追求者吗 有啊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你又不算嫁不出去的人吗 你每句话都会噎死人是吗 你是要噎死谁是吗 没有 那董伟跟你的追求者当中相比 他到底哪点好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怀疑他到底爱不爱我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他还不娶我的话 那有可能是他真的没不爱我了 我其实我特别害怕一点 姑娘 你表面上非常的强势 但我害怕万一这小子一出来说 又不跟你结婚 你立马就贪了 就你这种人内心往往特别脆弱 你说女生追男生 如果追得太过火的话 就会把男生吓跑 你给他金山银山都是火山 你对他掏心掏肺都是白费 最容易受伤就是你这类型 如果有人对你掏心掏肺 你就会马上掏心掏肺 可是如果有人稍微对你有一些冷淡 你马上就受到伤害 绵羽我支持你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交代 就像你刚才说的 要么就是黑 要么就是白 要么就结婚 要么就分手 人生有多少个25岁 等两年等两年 等着等着等着真的就大了 我觉得B是可以的 但是能不能在这个前提下 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 他为什么要给你房子车子票子呢 因为他要从你的眼光里头看到 你对他的崇拜 他给我这些物质保障我不幸福 我得到他的人我才是幸福 我拿到那张结婚账我才是幸福 那张纸真的是那么 重要 重要 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分啊 这张纸非常重要 要比房子车子钻戒 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承诺都重要 但如果因为你拿这张纸的话 马上过一段时间你们不相搭的话 那又会有另外一张纸出来 如果我要是这个男人的话我我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今天我觉得他可能会来 但是娶不娶你呢就不一定了 不啊他只要出来就必须娶我 你看吧 这样的压力的话我就会反抗 我就宁愿说好吧那我也不娶你 你又怎样 真上来要求婚的时候 你稍稍的控制一下你的节奏 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 狭隘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 最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 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 婚事你自己求 结果你自己承受 我们都不是董伟 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他不来就是不爱我了 我觉得 我应该考虑一下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 我来着这个舞台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 你要出来就必须娶我 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 如果他来是跟你分手的 我想我想到这一步了 嗯 你也想到过这一步 真难得鼓个掌 他还有理性的思考 我强势的已经都不会哭了 准备好了 我们开门了啊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啊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一两ty 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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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佳佳 你站这儿来 不管结果如何 你今天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也不管是我们所说的方式 是不是建议 我在朋友眼里 都是属于感觉很活泼的那种 表面装得很坚强 但是其实 内心真的很缺乏安全感 那你还想嫁给东魏吗 想 还想嫁 就好好地拿着花 回家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他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求你 他绝对来了 我跟你讲 他不可能 抛弃我一个人在这样的舞台上 那你到下面先等等 我先进行下一个 好吧 看他会不会来 好不好 来 花拿着 你到下面稍等一下 好吧 还有吗 有吗 我怎么知道没有呢 你说你急什么呢 你急 你懂又不懂 你上边来吹我 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你还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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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跑着上来说 哎呦 这样现场 东魏都来了 这不又乐了吗 你看 老师你 我不这么做 你怎么会珍惜呢 啊 东魏说来 他就来了 哎呦 气死我了 把这两现场打开吧 东魏 我搭了那么多人 蜜儿向你求婚 你在这干嘛呢 你快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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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磊 我们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 我们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了 刚才老师也说我了 我可能是今天的做法有点疯狂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 其实老师刚才那些话我也听进去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理解你 但是你应该理解我 你一直让我一等二等再等 姐姐 那个时候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租八平米的房子 那时候我一个月才两千块钱 你都能等 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等呢 因为我年龄到了 我怕你过几年 我变着黄脸婆 你不要我了 我一定 东北我告诉你是男人 你姓懂的 你现在给我出来 你见面跟我聊啊 你谈什么前线呢 你别逼我行不行 我今天我就逼你了 我就逼你了 你看这又来劲了吧 全都给你破坏了 别总逼我行吗 我跟你讲我就逼你了 我今天就逼你了 我跟你说了 我来这个舞台的目的 今天来这舞台的目的 就是你出来必须要娶我 要不然你就别出来 你别出来 我明天找个人随便就嫁了 看我家家能不能做出来这件事 我连个像样的婚礼我都给不了你 我怎么跟你结婚 我们同学现在是晒车晒房子晒孩子 我现在带着你租房子住 我同学来参加我的婚礼 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会说董伟不行 连自己的女人他都照顾不了 他我还 我是男人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董伟你怎么那么好面子呢 别人愿意说什么 说了什么 那是别人的事 我是一个女人 我都不在乎你 你在乎什么 我今天可以翻来自己的 可是我在乎 我是个男人 好你在乎 你在乎给我出来呀 我当时那么多人 面要跟你求婚 我过夜来跟你求婚 你还让我咋的呀 我今天我当时所有的人的面我跟你说 我说我一定娶你 但是肯定不是今天 那你我问你 你是不是爷们 你要是爷们的话 答应 我告诉你 你冷静冷静行吗 我们有什么事回家说行吗 不能回家说 回家说你又让我等两年 我今天必须 我来的目的就是 我必须知道一个结果 知道一个答案 东伟 你爱佳佳吗 我特别爱她 你娶她是希望她快乐对吗 对 那你问问她 现在要是娶她 她快乐吗 我不想 我们两个结婚以后 因为这些钱的事情 而让我问你 你跟她住了多久 五年 在这期间她有没有追求者 有 有没有条件比你好的 有 那为什么她还要跟你在一起 年纪轻轻的那么讲究形式干什么 我只能说你虚荣 我不是虚荣主持人 那你今天就答应娶她 我想等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到现在五年迟迟都没有准备 你让别人等到何时何刻 可是没有钱的话 爱情会变质的 我不想因为将来因为我们两个没有钱而去吵嘴 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有钱吗 把第二现场关上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我现在 过来 我刚才那么说那么击她 是希望她改变她的婚姻观 一个太注重形式干 另外一个也是太注重形式干 只是一个是注重物质 一个是注重所谓的众目睽睽的 光而告知 这女孩是嘴上强 这男孩是骨子里强 两个人强强在一起 完全就是天天就是擦枪走火 就是个吵 刚才我从你和她的对话当中 我分明看出 你的那个男朋友啊 她的压力和她没有尊严的那股劲 一点也不理解 再逼下去的话 她真的就走了 我觉得两年以后 没有任何一个婚礼 会比我们现在这个舞台更加华丽了 而且还有图蕾老师 这么大牌的主持人 为你们主持婚礼 多好呀 为什么不今天就把她给定了呢 两年以后你还不见得 能够请得动图蕾老师 哎呦我天呐 你真是在这胡说八道 我主持过各种各样的婚礼 高朋满足 要多大牌就有多大牌 但是 现场所有的人几乎都说 无论疾病 痛苦 贫穷富有 我都愿意嫁给她 我都愿意娶她 但是真正数年之后 他们还在一起的 与当初那个婚礼现场 盛不盛大 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关系 真正的婚礼在这儿 不是在这儿 俗不俗啊 接下来我也不需要你去开门了啊 来 五 四 三 二 开门 向往简单美满生活的佳佳 曾数度疯狂地向男友求婚 却被一心要给佳佳 一世生活的董伟拒绝 今天 佳佳来到舞台 最后一次向董伟告白 要么分手 要么结婚 那么 董伟会走出第二现场 来到舞台 答应佳佳最后的要求吗 我 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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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婚姻真正的含义 两个相爱的人共同携手走向爱情 那叫心头一合 两个人携手走向婚姻 那叫志同道 两个夫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拜托一些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完美告白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但是 男人的身体 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 婚事你自己求 结果你自己承受 我们都不是懂为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他不来就是不爱我了 我觉得 我应该考虑一下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 我来着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他 你要出来就必须娶我 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 如果他来是跟你分手的 我想到这一步了 你也想到过这一步 真难得鼓个掌 他还有理性的思考 我强势的已经都不会哭了 准备好了 我们开门了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按键 我要温温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仓库 在不恨的深夜 能有个归宿 我要温温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碰触 你曾伸手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也会温温的幸福 那么多一天 你会温温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碰触 你会温温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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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双手去碰触 我要温温温的幸福 能抵挡抵挡 能抵挡失落的痛苦 我温温温的幸福 一个人的路途 也不会过温温的幸福 也不管是我们所说的方式 是不是健康 我在朋友眼里都是属于感觉很活泼的那种 表面装得很坚强 但是其实 内心真的很缺乏安全感 那你还想嫁给东魏吗 想 还想嫁 就好好地拿着花 回家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他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求你 他绝对来了 我跟你讲 他不可能抛弃我一个人在这样的舞台上 那你到下面先等等 我先进行下一个 好吧 看他会不会来 好不好 来花拿着 你到下面稍等一下 好吧 还有吗 有吗 我怎么知道没有呢 你说你急什么呢你急 你懂又不懂你上边来吹我 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你还唧唧唧唧唧还跑着上来说 哎呦 这样现场 东魏都来了 这不又乐了吗 你看 老师你 我不这么做 你怎么会珍惜呢 把东魏说来 他就来了 哎呦 气死我了 把这样现场打开吧 东魏我搭了那么多人 我说米尔向你求婚你在这干嘛呢 你快说话呀 董磊 我们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了我 刚才老师也说我了 我可能是今天的做法有点疯狂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 其实老师刚才那些话我也听进去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理解你 但是你应该理解我 你一直让我一等二等再等 姐姐 那个时候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租八平米的房子 那时候我一个月才两千块钱 你都能等 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等呢 因为我年龄到了 我怕你过几年 我变着黄脸婆 你不要我了 我一定会 我告诉你是男人 你姓董的 你现在给我出来 你见面跟我聊啊 你谈什么钱现在 你别逼我行不行 我今天我就逼你了 我就逼你了 你看这又来劲了吧 全都给你破坏 别总逼我行吗 我跟你讲我就逼你了 我今天就逼你了 我跟你说了 我来这个舞台的目的 今天来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你出来 必须要娶我 要不然你就别出来 你别出来 我明天找个人 随便就嫁了 看我家家能不能做出来这件事 我连个像样的婚礼 我都给不了你 我怎么跟你结婚 我们同学现在是 晒车晒房子晒孩子 我现在带着你租房子住 我同学来参加我的婚礼 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会说 董伟不行 连自己的女人 他都照顾不了 他 我还 我是男人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董伟你怎么那么好面子呢 别人愿意说什么 说什么 那是别人的事 我是一个女人 我都不在乎 你在乎什么 我今天可以 可是我在乎 我是个男人 好 你在乎 你在乎给我出来呀 我当时那么多人 没想跟你求婚 我过夜来跟你求婚 你还让我咋的呀 我今天 我当时所有的人的面 我跟你说 我说我一定娶你 但是肯定不是今天 那你我问你 你是不是爷们 你要是爷们的话 答应 我告诉你 你冷静冷静行吗 我们有什么事 回家说行吗 不能回家说 回家说 你又让我等两年 我今天必须 我来的目的就是 我必须知道一个结果 知道一个答案 董伟 你 你爱佳佳吗 我特别爱她 你娶她是希望她快乐 对吗 对 那你问问她 现在要是娶她 她快乐吗 我不想 我们两个结婚以后 因为 这些钱的事情 而让 我问你 你跟她住了多久 五年 在这期间 她有没有追求者 有 有没有条件比你好的 有 那为什么她还要 跟你在一起 年纪轻轻的 那么讲究形势干什么 我只能说你虚荣 我不是虚荣 主持人 那你今天 就答应娶她 我想等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到现在 五年迟迟都没有准备 你让别人等到 何时何刻 可是没有 可是没有钱的话 爱情会变质的 我不想因为 将来因为我们两个 没有钱而去吵嘴 你能保证 你这辈子都有钱吗 把第二现场关上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我现在 过来 我刚才那么说 那么击她 是希望她改变她的婚姻观 一个太注重形式感 另外一个也是太注重形式感 只是一个是注重物质 一个是注重 所谓的众目睽睽的 光而告知 这女孩是嘴上强 这男孩是骨子里强 两个人强强在一起 完全就是 天天就是擦枪走火 就是个吵 刚才我从你和她的对话当中 我分明看出 你的那个男朋友啊 她的压力 和她没有尊严的那股劲 一点也不理解 再逼下去的话 她真的就走了 我觉得两年以后 没有任何一个婚礼 会比我们现在这个舞台 更加华丽了 而且还有 涂雷老师这么大牌的主持人 为你们主持婚礼 多好呀 为什么不今天就把她给定了呢 两年以后你还不见得 能够请到涂雷老师 哎呦我天哪 你真的在这胡说八道 我主持过各种各样的婚礼 高朋满足 要多大牌就有多大牌 但是 现场所有的人几乎都说 无论疾病 痛苦 贫穷富有 我都愿意嫁给她 我都愿意娶她 但是真正数年之后 他们还在一起的 与当初那个婚礼现场 胜不胜大 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关系 真正的婚礼在这儿 不是在这儿 俗不俗啊 接下来我也不需要你去开门了啊 来 五 四 三 二 开门 向往简单 美满生活的佳佳 曾数度疯狂地向男友求婚 却被一心要给佳佳 殷实生活的董伟拒绝 今天 佳佳来到舞台 最后一次向董伟告白 要么分手 要么结婚 那么 董伟会走出第二现场 来到舞台 答应佳佳 最后的要求吗 五 五 四 三 二 开门 大 独播剧场上 小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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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娶我了是吗 我爱你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没有 有可能之前 其实 我真的是想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再跟你学 我知道我今天 求婚 太冲动了 其实刚刚图老师告诉我的一些话 我已经往心里去了 对不起 但是你今天 不要再拒绝我了 佳佳 佳佳 你这一些年 对我做的这些 本来求婚这事吧 应该 应该我这大男的做的 但是 每回都是你跟我求 不 叶 ++ 佳佳 我爱你 绝承宝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 啊 你 还 你 我们 我希望今天是我们两个的一个订婚 然后两年以后 我送给你一个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婚礼 好 如果两年之后你还爱着她 不管你有多么穷困 你哪怕是只能发得起一颗戏糖 请不请我吃顿饭 我一定吃 谢谢你 周老师 而且我还送红包 我不光免费 我还送红包 到时候您一定要做我们的生婚人 我要真切地告诉你 真正的爱和婚姻真的不在形式感 而在心里 好吧 好 谢谢你 周老师 看着挺爱眼的 抱走 抱走 虽然想念五年的家家和段位最拽定婚 但是我们希望家家的强势 独尾物质方面的顾虑 不要成为两人婚姻中的羁绊 祝福他们二人 两年后能顺利完婚 美满幸福 不管怎么说吧 他们在一起了 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婚姻真正的含义 两个相爱的人共同携手走向爱情 那叫情投意合 两个人 两个人携手走向婚姻 那叫志同道 两个夫妻 共同地走向死亡 那叫真正的见证爱情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拜托些了 好 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的完美告白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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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